主啊,我们感谢祢牺牲的爱 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 今天我们在祢面前 求主继续以祢圣洁的爱 牺牲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教我们心被恩感 在祢面前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 是圣洁的,是上帝祢所喜悦的 我们这样侍奉敬拜祢,全然的合理 愿上帝在我们当中 愿祢的宝座设立其中 愿祢在我们当中据所谓掌王权 求祢接纳我们在祢面前的敬拜和服事 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气求 阿们 我们再唱一遍 主,祢牺牲的爱 我们把这一首的诗歌献给我们的主 主,祢牺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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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祢牲的爱 主,祢牲的爱 我的心心软弱 指望耶稣 做我是加悲伤 将主妙爱宣扬 一道高火歌唱 奉献与你姐妹 第三节 是我中真心 向你真正 是非是与 也彼此提 是是平台无头 是是我真正弱 能把命好一刀 一起唱 此生所有一切 只要为我恩主 哭了不知 有一日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 请听我先念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九到二十一节 亚西亚的宗教会问你们安 亚居拉和白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 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你们要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第二十一节 我保罗亲笔问安 请兄姊妹一起来宣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 预备一二念 亚西亚的宗教会问你们安 亚居拉和白基拉在他们家里 多多地问你们安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你们要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我保罗亲笔问安 我请 我请这个 警风弟兄在那里 请警风弟兄带领祷告 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 愿求主你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真的是这些迟钝 我们这些不敏感的罪人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上帝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 借着圣灵分别为圣 让我们众人能够专心 我们众人能够以敬畏你的心 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我们不单是要听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更求上帝你自己帮助我们 愿意去有意志的去执行 去行出上帝你所吩咐我们 你所命令我们的 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 我们叫在你恩手当中 你恩待我们这里所有每一位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请听我再念圣经 这是新一本 亚西亚的宗教会都问候你们 亚居拉和白基拉 以及他们家里的教会 在主里再三地问候你们 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 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 彼此问安 第二十一节 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在讲解哥林多前书 这一卷保罗的书信 已经进入 差不多要完毕 我们基本上最后一堂 就是要去讲解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那就是最后一段 谈到这里的时候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谈 但是呢 我们从这短短的几节圣经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 有一些的事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因为很明显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这短短的三节的圣经里面 都是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就是问安 因此呢 你在十九节 你看到亚西亚的众教会 问你们的安 然后接下来 第二 你看到亚据拉和白据拉 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 他们热切的 亲切的 向哥林多教会的兄姊妹问安 第三就是第二十节 保罗说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然后保罗说 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 来彼此问安 最后第四 你可以看到保罗说 我亲笔问安 所以问安是那个焦点 首先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提到亚西亚的众教会 都问你们安 或者亚西亚的众教会 都问候你们 亚西亚就是小亚西亚 也就是今天 这个土耳其西部 大部分的这个地区 以及这个叙利亚的北部 这个都是属于 小亚西亚的地区 那这个区里面的首辅 就是以弗所 而保罗就是以弗所 作为他传福音 作为他牧养 关顾教会的中心的城市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在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一节的时候 提到的七个教会 也是在这个小亚西亚的区 或者叫做在亚西亚的区里面 所以这个区的首辅 特别以弗所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以弗所 它是整个敬拜 阿提米斯神明的中心 阿提米斯是这个希腊文 希腊的神明 那罗马人把这个阿提米斯的神明 把它搬去 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呢 有另外一个名字 是什么名字呢 就是迦安娜 所以我认为迦安娜是不好的名字 在当中有女生 如果你的名字迦安娜的话 我是希望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把它换掉 不要叫迦安娜 我们 我听说有一个姐妹 不说在哪里 因为很敏感 她的名字就是迦安娜 迦安娜 就是迦安娜意思 那就是整个以弗所敬拜的 很重要的神明 她前面有很多乳房的 一大堆乳房 你看到这个图片你就知道 她是成为阿提米斯 她就成为整个以弗所的这个地区 甚至整个亚洲地区敬拜的主要的神明 并且我们从史如行传第十九章里面看到呢 以弗所也是一个行邪术的中心 因为如果你看史如行传第十九章里面呢 他们那些认罪悔改新耶稣的人 他们的背景是行邪术的 他们把这些行邪术的书把它拿出来 要把它全然的烧掉的话 那里记载烧了多少的银子呢 五万银子 五万银子是多少呢 五万银子就是五万个工作日 五万的工作日 你除以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话 那是几年的薪水呢 你自己好好去除一下 所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因此我们知道一方面 以弗所它是整个亚洲区敬拜阿提米斯 神明的中心 同时它也是行邪术的中心 这个地方很需要福音 保罗在以弗所大概前后三年左右 在那边借力传福音 整个亚洲区他们都听到福音 这是保罗把整个这个地区 你可以说是把它翻转 天翻地覆的这个福音 就是保罗在那边这样传开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在亚西亚的宗教会 都问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很真心的 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问安 虽然距离从以弗所到这个哥林多 或者是整个亚洲的省 离开这个亚盖亚省的哥林多 是相当的距离 文化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这样的一个相爱 而有这种真诚的问候 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 其实也有 我现在提 特别有两个教会 是很关注我们教会的 一个是在新加坡 一个是在甲洞 那么甲洞就是王府牧师 他所牧养的教会 在新加坡就是潘志光牧师 他所带领的 这个叫什么呢 长老会林恩堂 他虽然名字是林恩堂 但是不走林恩路线 请大家要注意 不要误会 这两个教会的牧者 是长期跟我有沟通 长期会关注 我们教会发展的施工 那在祷告当中 是常常守望 所以新加坡派牧师 不时不时 我们会通电话 我们会沟通 我们会谈论 有关于教会发展的 这个情况 他跟我分享 他教会发展的情况 我跟他分享 我们教会发展的情况 另外一个很常 有沟通的是王府牧师 他有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分享这个施工 谈到他目前在教会 整个扩张堂会 建堂的一些的困难挑战 而我们这边 他很关注说 你们这边是发展什么施工 等等等等 常常都在谈 所以我们三个牧者 常常在祷告里面 彼此纪念 我想这是很好的 虽然我们这个教会 不一定是很多 其他教会都喜欢 不一定很多教会都接纳 不一定很多教会 都愿意与我们沟通 但是至少 现在我在讲台这里说 那么这两个教会 一个在新加坡 一个是在甲洞 这两个教会是长期 很关注我们教会 施工的发展 所以请大家也常常 在祷告里面 纪念新加坡 潘志光牧师的教会 也常常在祷告里面 纪念王府牧师 所带领的教会 我们都很需要祷告 这些的牧者 他们向我们问安的时候 是真诚的 没有诡诈的 正如在当时 你看到亚西亚省的 众教会 当然包括在 以弗所的教会 来真诚问候 哥林多教会的 丁五姊妹 是一样的 紧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个问候 是来自一对的夫妇 这对的夫妇 是亚居拉和白基拉 这对夫妇的家里面 很特别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但是亚居拉和白基拉 以及他们家里面的教会 在主里是很热切地 来问候哥林多教会的 丁五姊妹 亚居拉和白基拉 这对夫妇 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 那里保罗提到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这对夫妇是 长期与保罗配搭服事的 这对夫妇是为福音奋斗的 这对夫妇 他们是长期很愿意 来去照顾保罗 与保罗配搭 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他们虽然很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早期的时候 这对夫妇他们不是 一开始就住在 这个哥林多 他们是住在哪里呢 他们是住在罗马 但是呢 在主后四十九年的时候呢 罗马皇帝 因为他颁布了一个命令 要把所有的犹太人 从罗马 把他们都赶走 所以他下达命令以后呢 包括这个亚基拉 白基拉这个家庭 他们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离开 罗马 到了哥林多 这个我们可以在 《史书行传》第十八章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们原住在这个罗马 但是因为罗马皇帝 他颁布了命令 要把所有的这些犹太人赶走 包括他们呢 就是罗马政权 把犹太的会堂都关闭了 所以要把他们赶走 因为呢 他们认为 这些新耶稣的人 在罗马的这个城市呢 引起混乱 所以为了平定这些的混乱呢 以致把犹太人赶走 是当时罗马政权的一个 很重要的策略 所以到最后 Aquila Priscilla这对夫妇 他们就离开罗马 到哪里呢 他们就到哥林多 在哥林多 他们在一条路 这是按照考古学的一些的查考 在这个哥林多一条街 叫做Lekham L-E-C-H-A-E-U-M Lekham 这条路附近的一个商业区里面呢 他们开了一家小店 他们是售卖什么呢 他们售卖皮革 皮革的这个产品 因为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的 如果你看史如行传第十八章第三节 那里说得很清楚 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的 他们是从事皮革产品生意的商人 所以他们在那边住下来 他们开了小店 他们售卖皮革这个产品 后来保罗也到那边去了 保罗从雅典到那边的时候呢 圣经告诉我们史如行传第十八章第三节 保罗因为看到他是跟这对夫妇是同行的 他们是同业的 保罗就与他们同住一同工作 前后大概有一年零六个月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有很多圣经学者 也包括一些考古学家 他们去查考 当时这对夫妇开的店 大概是怎么的一个情况 按照当时第一世纪这种店的模式 应该是有两层楼的 上面是住人 下面是工作的地方 那多大呢 他们查考 这个是一个参考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按照查考 大概很可能就十三尺 乘十三尺再乘八尺 是三十三乘八 八尺高 楼上是八英尺 不是很高的 所以楼上是住人的 也没有自来水 楼下呢 就是这个工作室 所以很可能保罗是睡楼下 睡在工作台 睡在那些的皮革卷帆布 所以睡楼下 然后呢 这对夫妇是睡楼上 很小的一个地方不大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保罗在格林多 这个地方 他逗留了一年零六个月 一年半 因为这个地方 上帝给保罗意向说 你要勇敢 你不要怕 你只管讲 不要闭口 我与你同在 因为这个城里面 有我许多的选民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 《史路行传》第十八章里面 你可以看到 类似这些的记载 所以保罗勇敢传福音 保罗很有胆量传福音 保罗经历上帝的同在 传福音 保罗有一对 很好佩达服侍的同工 就是这个亚基拉和白居拉 在人生当中 你能够找到这样佩达 这样有同心合意 与上帝同行 同心 同工 为福音奋战的同工 是很难得的事情 我告诉你这是很真实 请允许我多讲几句话 谈到 围绕在唐牧师身边 有学问的人很多 有学士的人很多 有才干的人很多 都很多 甚至我告诉你 有一个大法官 曾经也是唐牧师身边的同工 他是负责在中国大陆 去 就是招聚 这些要读神学的人 到 这个Jakarta去读神学 这个人在社会地方 社会的这个慰望来说 是非常大的 他是马英九的学哥 都是哈佛大学的法律博士 很有学问 法学博士 很有地位 很有威望 神学也很 差不多好 那也曾经在Jakarta教过课 但是这些人到最后 看上去 真的不怎么样 不是为福音真正大发热心 你知道一个人 灵性怎么样的时候 在私下沟通 跟他相处 慢慢就看出 这些人 真的不是好像 他的学位 他的学问 他的这个慰望 等等是相称的 有一回 他就是介绍了一个神学生 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 但是这个神学生 他是不愿意付钱 不愿意付费来读神学的 我们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要 要我们去找 这个牧师 就是介绍他的这个牧师 我们跟唐牧师沟通以后呢 他牧师说 你跟这个牧师谈谈看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读神学 你就要预备钱去读神学 你进到神学院里面 我们都会看你这个经济 大概是怎么的一个情况 你是需要付费的 结果这个人 在那个读神学 经济这一块那个表格里面 他没有储蓄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支持他的这个来源 然后就在那边读 我们就找这个牧师来去聊 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其实是很不愿意的 老实说 谈这个事好像我就是要做坏人 这个牧者到Chakarta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Chakarta 我是学生主任 其实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学生主任 因为我在这里 很常在这里没有在Chakarta 但是那一回在Chakarta 要借这个牧者飞机 从飞机场借他到学学院的时候 跟他了解这个事 他不以为然 他说你们要接受他 因为我经过很好的祷告 圣灵感动我 你们一定要接受他 那我们还可以说什么 圣灵感动他 要我们接受他 就是这样一句话 但是故事没有完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我们 对这个神学生有意见的时候 他很不高兴 开始跟我有关系上的紧张 吃饭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讲一些话 就是来讽刺 从那一天开始 就没完没了 我从这样的一种反应 我就看出 这个学者 这个牧师 这个有学问 这个有知识的人 怎么可能他是这么小 小气 什么是这个 气量是这么小的呢 从他这样的一个反应 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的灵性 真的不好 所以是时候来证明 发生很多的问题 那我讲这些呢 不是没有目的的 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 好像保罗 他怎么来评论 有关于亚基拉和白居拉一样 这对夫妇有没有钱 很有钱 为什么有钱 因为他们从罗马 他们要搬家到格林多 都是需要钱的 当时在第一世纪 你要从一个地方 你坐船航海 到另外一个地方 来定居下来 都需要很多钱的 然后你还要注意 这对夫妇后来 他们又离开格林多 到哪里呢 他们离开格林多 到以弗所去 所以在保罗 还没有到以弗所以前 这对夫妇先到以弗所 在那边依然是从事 这个支帐篷 售卖皮革产品的生意 甚至后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买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方 作为他们居住的房子 他们买这么大的这个房子 做什么呢 不是为享受 这对夫妇你要看见 他们一生是为福音的 买这么大的房子 就是因为要在那边 来开始教会聚会 为什么没有住外面的地方呢 因为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 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 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合法的 是非法的 第二 你要在外面来住居 有教堂 或者是一个犹太人会堂的场所 作为聚会的场所 是不容易的 第三 有一些公共的建筑物 也不适合成为敬拜的场所 为什么 因为这些公共的建筑物 他们的设计 往往是跟这个色情 跟色 sex 拉上关系的 它的设计 如果不是跟色 或者性 拉上关系的话 它这个建筑物的设计 有很长 有异教的这个图画 或者异教的雕刻 所以这些的场所 不适合基督徒在那边 做一个敬拜的场所 因为这个原因 你看到这对夫妇 亚基拉 白居拉 他们在以弗所定下来以后 在那边继续发展他们生意的同时 他们买了这个地方 可以容纳 有学者估计 可以容纳 大概是五十到六十个人的这个聚会的场所 不大的场所 所以这个叫家里的教会 包括其实在哥林多也一样 他们聚会 基本上在当时第一世纪 都是在家里 所以叫做家庭教会 家里面的聚会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 但是重点就是 保罗是很欣赏这对夫妇 因为这对夫妇 是保罗的好同工 这对夫妇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保罗同工 这对夫妇是为福音奋斗的同工 这样的同工是难能可贵 这样的同工应当好好的珍惜 他们维持很亲密的关系 他们维持很好的这个关系 所以他们也非常照顾保罗 亲爱的兄姊妹 我盼望这个教会也一样 愿上帝在这个教会 兴起许许多多 真心为福音奋斗的同工 真心为福音奋斗的同工 不能只是讲讲课 不能只是讲讲圣经 这样表明就是为福音奋斗 就好像在上一个礼拜 我真的是打从心里面说的一句话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读了几本神学书 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 圣经原则从来都不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唐牧师 他影响这么大 因为他讲的跟他行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提到他创作的一首诗歌 叫做《你若爱过耶稣女主》 那一首诗歌是他在马郎神学院 读神学期间 他到一个教会去实习 写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写 为什么 因为那个教会的青年团契 如果我没有记错 本来很多人到最后剩下十多个人 唐牧师到那边去实习的时候 他看到已经很多年轻人 不要来教会聚会 他一家一家去拜访这些的青年人 他一家一家去拜访他们 一家一家去关顾他们 鼓励他们 并且很重要 你注意听 他带着他们去传福音 他带着这些已经信主的丢子妹 去传福音 在街上派福音传单 到一些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去传福音 所以这些年轻的丢子妹 他们看见这个神学生的榜样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读了一些神学书 在课堂讲讲 谈一些福音的课题 我们以为就被鼓励起来 大家能够勇敢传福音 因为如果我们讲的 跟我们行的不一致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给其他丢子妹的生命 很大的冲击 所以因此 唐牧师在那边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 我们应当好好 在这些年轻人面前 设立典范 所以典范的帮助 就是看如果我们是真的相信福音 是唯一使人得救的福音的话 那我们一定是身体力行 我不能够说我是一个完全人 我也不能说我没有软弱 我也没有说我是一个完全勤奋 传福音的人 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 我是很愿意 很盼望 我是真心传福音的 从我第一天 我真正认罪悔改 信耶稣开始 从我第一天 我真正醒悟福音 是唯一福音的开始 我没有停止 向我家里面的人传福音 这个我已经在讲台多次提 我向我的家庭成员传福音 我向我的亲戚传福音 他们讨厌我 但是我还是要传 因为我整天就在想 你可能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就在想 我说如果他们没有福音 怎么办 我先想的 当然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先想的 当然是我的兄弟 他们没有福音 他们就在地狱里面 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爱他们的话 现在我知道 唯一这个福音 能够救他们 我可以不谈吗 我可以不讲吗 我可以不在他们面前来见证吗 虽然我在我父亲面前 讲福音是很害怕的 因为我父亲是很有威严的一个人 我一讲 每一次他就骂我 我一讲 每次他就骂我 我跟我妈妈也是这样子讲 我要重提 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为了让我妈妈 要多一点机会来听福音 我就 我们那个年代是听卡带的 把一些传福音的卡带 当我从神学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我可以开那个录音机 开很大声 让我妈妈听到 我主要就是让我妈妈听福音 他不愿意我这样当面跟他讲的话 我开录音机 开那个录音机 讲一个不到的信息 开很大声让他听 我很盼望我的妈妈能够听福音 我盼望我的爸爸能够听福音 后来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妈妈在厨房 在弄菜 预备菜肴 听到这个牧师讲了一些 比较幽默的内容的时候 他在厨房那边笑 我知道他在听了 我知道他有听 一直等到那一天 我现在还记得 当我继续跟我妈妈在讲的时候 我说妈妈 你要信耶稣 你要信耶稣 你不要再拜这些 因为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继续讲继续讲 讲到最后的时候 他那句话我今天还记得 他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我很快就想到 《史如行传》里面 彼得向这个会众传福音的时候 三千人传福音的时候 会众到最后听了福音 他们心砸 心里面挣扎 就问彼得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对我妈妈说 妈妈你要悔改 你就要信耶稣 我妈妈就流着眼泪 跟我祷告 一起祷告信耶稣 我妈妈是这样信耶稣 我讲这些 你已经听了很多遍 甚至可能我听到有人说 他又在讲这个了 不是又在讲这个 乃是告诉你 我是很盼望 能够好好传福音 我盼望人信耶稣 今天我要劝在座 这些你负责大专生的 你负责教导主肉学的 分区团区的主掌 或者是你站在哪一个 这个职份来去教导圣经的 我盼望你是真正被耶稣 基督福音感动 我盼望被耶稣 基督福音感动以后 你带着你的学生 你带着那些 你分享圣经的弟兄姊妹 安排时间 好好出去 传福音 派传单 来接触这些非基督徒朋友 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是这么真实 一定有的就是主动 主动性一定在那边 如果你发现 现在在PJ 哪一档的榴莲档 是最好的榴莲 你会不会介绍给你的朋友 你说不会 因为他不喜欢吃榴莲 不是的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比喻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看到 我们经历到一些好的 我们都很盼望跟人家分享 更何况是 耶稣基督这个死而复活的福音 祂是真实的福音 我们一定会跟人家讲 很正常 这是主动 所以我在讲 保罗在这里提到这对夫妇 就是亚基拉和白居拉 他们的确是为福音奋斗的 盼望这个教会 不管年长的 不管年轻的 有许许多多丢姊妹 被上帝兴起 被基督耶稣的福音所翻转 被更新 是真心为福音奋斗的好同工 同心合一 兴旺主的福音 同心合一 来推动贵政福音运动 这是我的心愿 这是从一开始领受的 看见 负担和感动 我今年已经六十岁 今天聚会完了之后 要上仪宝 上仪宝 我们不是在玩耍 每一次上仪宝 我都跟师母说 我们都很战兢 因为我们看到那边 有这个人数成长 有弟兄姊妹 也有一些非基督徒 来到我们当中 不是来一次 已经差不多固定下来 但是为什么战兢呢 因为我知道这些 都是上仪的恩典 特别是从今年开始 这个聚会的人数成长 然后固定 成长固定 上一回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是五十四个人 有一些还没有来 有一些因为生病没有来 那如果这些人 能够专心听福音 你我有什么理由 不相信那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只有上帝的恩典 才能够使人 好好专心听福音 在这里也一样 你没有恩典的话 你听几十年就没有用 然后你以为你洗礼了 你就是基督徒 结果你是下地狱的人 你没有醒悟 你不要置疑 我告诉你 所以耶稣基督 他提醒很多当时那些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义能吗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 耶稣只有一句话说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一个都不认识你们 很可怕 但是弟兄姊妹 以保这里我们在谈 这个我的家乡 现在有非基督徒 开始固定下来 这是上帝的恩典 还有我们教会的 俊贤弟兄的朋友 他是灵恩背景的 他是一个大生意人 他慢慢接触到 归正福音的信仰之后 他开始醒悟 我告诉你 一个人能够醒悟 也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那他现在开始怎么样呢 他租借他另外一个朋友的车 开差不多一个小时 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从以保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Tronok 那个地方有什么呢 有UTP 有一个大学UTP 那边有一些的学生 有基督徒 有非基督徒 现在每一次我们上去的时候 他都去这个Tronok UTP 载学生下来 来回都是他负责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是一个很愿意来服侍 丢姿妹的人 那么现在呢 每一次我们注意到 他就是上去 载大学生下来 聚会完了之后 再把大学生 把他们载回去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恩典 这些都不是我们原有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当上帝他感动人 当上帝他让人看见一个工作的重要性 包括俊贤弟兄和雪平姐妹 他们两个人 本来都不怎么样 但是后来慢慢醒悟 慢慢醒悟 来这里聚会之后 慢慢醒悟 慢慢醒悟 整个生命慢慢就被福音所更新翻转 然后尾身 以保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 非常感谢上帝 当然他们两夫妇不在 现在就是Steven弟兄 在我和师母上去医保服事 不然我们还是两个人上 每一次上的时候 一定年纪以后 这个精神不好 曾经一次我已经谈过 上医保的时候 开车就是太疲累了 就是闭眼睛一下 一两秒的时间 就差不多到那个分界地 只是一两秒 再睡多一两秒的时候 就撞分界地 可能今天就不在 那为什么我们要开两个小时半 甚至有些时候堵车的时候 三个多小时到医保呢 不是医保有美食 我们在那边吃是好的 我们上去很赶的 每一次上去的时候 东西一放下来 我们就要赶快快去吃个饭 吃个饭完了之后 就是要赶聚会 聚会完了之后 还要跟这些大学生来去谈话 跟弟兄姊妹谈话 跟非基督谈话 为他们祷告 我每一次是刻意的安排 就是请那些大学生来 我要免疫他们 我要鼓励他们 在这个学校里面 你在大学里面 你不能只是读书 你既然是一个基督徒 除非你不是的话 我没话说 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没有想过 你三年四年在你大学里面 你不好好接触 你的大学生朋友吗 你不要好好接触那些非基督徒朋友吗 你既然认识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难道你没有想到 你那些大学生的 非基督徒的那个同学和朋友 他们也需要福音吗 他们开始有一些往南大悟 有一些开始改变 所以他们会邀约 过去邀约了一些中国大陆的 也有中国大陆的朋友 没有在那边读大学 所以就邀请他们来聚会 所以请大家常常在医保 常常为医保祷告 那志崇弟兄他从九月份开始 他也愿意配答 对不起 从七月份开始愿意配答 所以这几次 他们家人从十兆远那边去医保 一起来配答服事 感谢上帝 我们每一次配答服事 都是欢喜快乐 虽然很疲乏 很疲倦 但是很有喜乐 感谢主 这些都是主的恩典 你看这个就是 亚居拉和白基拉 他们是真诚地来向 哥林多教的姊妹来问安 因为他们曾经待在 哥林多这个地方 他们曾经在 哥林多与保罗配答服事 传福音 在那边来去把福音传开 使人来听耶稣 认识耶稣基督 并且在他们家里面的教会 也问哥林多教会 用姊妹的安 那是在以福所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 第三呢 我们看下来的时候 就是保罗提到的第三个问案 就是他说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 那所有的弟兄很大可能性 特别是指以福所教会 以福所这个城市教会的 弟兄姊妹来问 哥林多教弟兄姊妹的安 那特别注意在这里 有一句话的出现 就是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 彼此问安 什么叫圣洁的亲吻呢 不是嘴对嘴的问安 不是这样的 不是男男女女这样 嘴对嘴这个亲吻 不是 这个是当时第一世纪 他们的一个问候理 就有点像今天 你到中东地区那些中东人 他们就是脸颊 青脸颊这样的一个问候 或者是意大利人 你那种的问候方式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 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 用握手 shake hands 或者是拥抱 这种是当时他们第一世纪的 这样的一个问候的方式 但是为什么他加上一句话 是叫圣洁 圣洁的亲吻 Holy Keys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真诚的 没有诡诈的 是真心的 来爱对方的一种的问候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作为弟兄姊妹 我们的问候应该是真诚的 不是虚假的 不要诡诈 我们很真诚的 来问候对方 你注意 当弟兄姊妹在教里面 我们在群主 我们会报告说 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他生病了 我们应当去问候他们 不是只是在群主那边 哇塞那边 以前就是放一个祷告的手 这个很好 有回应 祷告的手 就是大家都会放祷告的手 放到祷告的手 没有继续的行动 我们应当学习 看到有某某弟兄生病 我们看看 应该选择 他休息够了 差不多了 中午的时间也好 或者傍晚的时间也好 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 你生病的情况怎么样 你好了没有 生病 或者是我们教的兄姊妹 有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问候他们 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 我们应当 是不是应当将好好 彼此问候呢 应当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是这么爱我们 祂为我们舍己 既然祂这么爱我们的话 我们应当常常受激励 也要很诚实 以这样的爱 来去问候我们主 那种姊妹 我们说 我跟他不熟 跟他不熟 难道只有熟 才可以问候吗 不熟的话 就是因为不熟 我可以尝试 打个电话 跟他谈 自我介绍说 我是谁 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的 我是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我现在打电话给你 问问你 你生病的怎么样 或者你亲人去世情况 现在安排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又或者说 我们知道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他生活困难 他经济困难 我们不可以当做不知道的 我们不可以当做是没事的 我们不可以当做就是 我为你祷告就好了 这是太容易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私下去跟进 去问候他们 了解他们真实的情况 看看我们在主 那种姊妹怎么去解决 他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或者他在一些紧急关头 经济上的一些需要呢 这些都是我们 从这些的信息里面 问候的信息里面 这种很真心很真诚 没有诡诈的 这种问候的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 很多的功课 因为我们的主 是十二级的主 第四 保罗最后说什么 保罗说 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 什么意思呢 你按照当时写书信的 这种的习惯 通常写信的人 是有代笔人 换句话说 保罗的书信里面 很多其实都是有人代笔而写的 只有到最后的时候 保罗如果特别有提到说 他亲笔问候你们 有些时候保罗在那边签名 有些时候保罗到最后 那个问候语的时候 是保罗亲自来写的 打个比方讲 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 举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 十六章第二十二节 这是罗马书 十六章二十二节这里提到 写罗马书 那个代笔人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对 就是得提 得提就是代保罗来写 罗马书的 到最后来到二十二节 十六章二十二节的时候 得提说什么呢 他说我代笔写这封信的得提 也在主里问候你们 这是新一本的翻译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呢 是由一个人来代笔的 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 这个代笔的人 就是索托尼 所以这个代笔的人 就是索提尼 你看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呢 就特别提到索提尼这个人 索提尼很可能就是 带保罗来完成 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代笔者 所以保罗他口述 然后索提尼呢 他就把这封信把它写完 不过你注意保罗在二十一节这里说 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 也很可能就是 从这个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是保罗的亲笔 能够看得出来不一样 怎么分辨呢 因为在一章一节到十六章第二十节 那个字体是比较小的 然后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这个笔记是怎么样呢 这个字母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好 所以保罗写字要写很大 写大大才可以看得见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 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 他是很真诚来关心这个教会 虽然这个教会常常抵挡他 这个教会是他亲自来建立的教会 虽然这个教会这么多问题 可是为了表示他很关心这个教会 为了表示他好像父亲一般的 来关照这个教会 爱戴这个教会 来到最后虽然他很困难 但是保罗说 我亲笔问候你们 写了这一段 你可以看到保罗为父之心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篇的信息里面 看到这种问候的真诚 也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需要学习 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 这对夫妇的好童工 也就是这个什么呢 白基拉和白居拉这对夫妇 是为福音奋斗的好童工 但愿这个教会 也有许多这些的好童工 一个一个被上帝信起来 愿上帝赐福我们 我们站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把这些话赐给我们 虽然这几节经文看上去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再讲的 但是从保罗 以及他同工的问候的背后 我们看到 这些的弟兄姊妹 他们是关心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 求上帝今天也感动我们的心 教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继续学习 以基督耶稣的爱 来彼此的关顾 不单顾自己的事 乃是要顾别人的事 当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有困难 他们面对一些不同生活的挣扎 主啊 愿你常常感动我们的心 以基督耶稣你的爱 真诚的 诚实的 来去关心他们 爱戴他们 求主除去我们的不义 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 傲慢 教导我们继续学习 怎么样以谦卑 以温柔 以忍耐 以爱心互相宽容 和睦工具的心 来彼此服侍 热心的来去服侍弟兄姊妹 建造弟兄姊妹 关注弟兄姊妹 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 你所喜悦的 因为主 你的确是如此 你舍己爱我们 你的爱何其大 但愿主的爱 常常感动 激励我们 这样来彼此服侍 彼此对待 因为末世尽了 你要我们 切实相爱 彼此切实相爱 这是你给我们 看见的教训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也求上帝 常常兴起 在这个教会 有许多真心 为福音 奋斗的同工 和弟兄姊妹 愿主的心意 就是如此成全 你仆人在你面前 把众弟兄姊妹 如此交托 仰望你 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气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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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